在这片大山密林中散落着成片飞机建筑 几十年前这里生活着数千人 如今为何人去楼空 我们在开着房车环游中国 在万州休息时 偶然发现市区边上还有一座三线建设时期的兵工厂 所以准备过去一探究竟 到了 这里就是万州区礼盒镇凤凰山脚下的石船沟了 也就是曾经五江机械厂的所在地 我们去看一下吧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五江厂的厂区内了 可以看到四周也是经济遍布 和我们之前去过的其他三线厂区别也不大 但是有一点区别很大的是 我们刚转厂区的时候才发现 它厂区的面积非常大 也就是说曾经这里是一个大厂 那说到五江厂的历史就离不开三线建设了 其实我们之前有在攀枝花的时候 具体的介绍过这个三线建设 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看一下那期视频 那说到这个厂的历史呢 它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六五年的时候开始选址建设 到一九七零年就完全建好了 然后从上海还有武汉 就有大批的技术工人支援这边开始生产 主要生产的呢 就是军舰还有船舶的一些零部件 那个时候呢 也是这个厂区最繁荣的时候 当时呢有上万人口在这里工作生活 周边打山中间就是一个小社会 想想还是挺轰轰烈烈挺特别的那个年代吧 到了八十年代之后国际关系开始缓和 这边也就开始生产一些民用产品 比如潜水设备像呼吸器之类的东西 到九十年代呢 因为苏联解体 我们的压力就减少了很多 这个厂资呢 就跟其他的另外两个三线厂 一起搬到了重庆主城区那边的江北县 也就是现在的渝北区 那剩下的一部分就还在原地 继续生产民用产品 到两千年因为经营不善就倒闭了 人们就慢慢的搬出 人口越来越少 不过我们刚刚也能看到在居民区 其实还是有一些人在住着的 我们等会过去看一看 这些呢就是这个武江厂的历史了 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 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徙过程 上世纪六十年代 国际局势复杂 为了加强国防 许多工业基地都搬迁到了战略大后方 因为川东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 同时复杂的山地 又能为工厂提供掩护 所以这里变成了当时的重点建设地区 而万县作为长江四川转的最后一座城市 这里的水运交通发达 同时也有着成熟的船舶建造工艺 所以万州的大部分三线厂 都与造船有关 其中就包括我们来到的武江切厂 当年为了保密 它的军工代号为487 通信地址万线003号信箱 虽然被大山所包围 但工厂 家属楼 医院 学校 俱乐部 泳池 电影院等配套设施 应有尽有 工作之余 职工们还会通过丰富的活动 来充实自己的生活 如今走在场区内 似乎还能感受到这处偏僻山沟曾经的繁荣 可以看到这旁边呢 就是当时这个武江厂的电影院了 我们现在走进这个电影院看一看吧 应该是要从这上吧 这块就是买票的 这应该是售票窗口 从这上二楼 可是它已经被锁住了 我们好像进不去了 从这能看见 那个应该是放映室 前面是大屏幕 但是这个太阳的 我用手电筒照一下 我感觉中间这一块 好像就是当时的放映室 这有那种小孔的 这种孔就是放映机 然后通过它投到前边的荧幕上面 这后边还有机器了 哎 放映机还在 哇 这个东西很有历史的 不知道它是一种胶片的还是数字的 这里呢就是当时武江厂的单身宿舍 这还有一条小河 从两个宿舍楼之间流过 这个重庆哦 这雨说下就下 刚还是晴天 突然就下了 那还是晴天 那也是晴天 你看这一朵乌云飘过来 就在这一块 就我们头顶在下雨 不过这种天气真的走在这种 老的三线工厂的厂区非常有感觉 这就是单身宿舍了 我们上去看一看 哦 你看这个楼梯的水泥好薄呀 这都不怕 坏了吗 但用了这几十年看还是 没啥问题 嗯 里面好像是个小厨房一样 套家 嗯 里面是个小厨房 然后外面是一个单人床 还有一个桌子 一个柜子 一个衣柜 自己还可以再添置点东西 就很简单的 其实这块还挺空的 嗯 这是谁 周惠敏 上面还有1999年的日历 制发脱发就用养颜发宝 这估计都没有这个派子吧 道路安全法规 驾照 当年跑驾照是看这个 它这个纸哦 还有一种潮湿的感觉 嗯 可能因为重庆这边就是比较潮湿吧 嗯 每一间这个房间的布局都是差不太多的 那边呢 就是当时这个五江厂的主要生产区了厂区 我们可以看到 那后面有一些老的房子 这边是房子好像有一点点被翻新过的痕迹 有可能是现在有一些厂又重新入住在这边生产吧 这块上来之后 三楼可以走后边 也可以走前边 这也是厕所 每一层的布局都是一样 一排单间 然后在这个楼梯的旁边就是公共厕所 每一层楼都有 相当于是一个夹层一样 比如这是二楼和三楼之间 中间这半层 这块是厕所 这后面还有 这边还有 当年在那住这里 哦 这还能过去 四通八达 不愧是重庆 啊 这就是以前的那个武疆机械厂吗 您是以前这的工人还是周边的村民呀 周边 那这还有以前的工人在这住吗 以前的工人都搬走的嘛 这房子也是以前建的吗 啊 以前建的嘛 哦 因为我看这个跟那边不一样 那边是砖头 那边跟我的岁数差不多大 跟您的岁数 年几年多大了 六十多了 哦 那也就是这个长刚搬过来的时候这个房子就有了 最开中间的 所以说在夸的 我们这个屋子是原先的友人 托儿所 托儿所 这个楼是托儿所 哎呀 当时来这边的人都是哪里人呀 都有上海 武汉 天津的 都有 都是大城市过来的 这个上海老师教的文 那你还会上海话 上海话 要不说的这句 哎呀 我们那时候好这个嘛 我们的文化不信任啥 哦 以前这个长是托儿所小学中学 那个技校都有 技校啊 技校都在外头 哦 那就是从小到大这块都可以上学 哎 我是等生等长 哦 他是六个厂炒的东西出来 各厂租活起来的 哦 明白了 他就是最后的总装厂 总装 海路空 嗯 总的那个厂都是海路空的东西 哦 那当时这边人有多少呀 就是最多 多的是 三千多 三千多人 所以看 那一千个人都看了 那都是电源院 哦 我刚看到电源院了 那都是电源院 哦 那个电源院他是 有分钱赚的票 他是每天都放呢 还是 天天放 每天晚上放 明白明白 那确实挺好 这块待遇确实好 好 谢谢 那我们走了 我们过去看看 好 不用 出了这个武江厂区之后呢 这边大门口 还有一个学校 因为我们刚听那位大哥说 这个就是以前的武江技校 这应该是学校以前的篮球场还是操场 有点 这个是足球门框 前面那块是篮球 哦 那是篮球架了吗 嗯 然后当地村民现在在这边种上了庄稼 呦 好干净的小猫啊 应该是周边村民的家养猫 拜拜 咪咪 那对面就是 学校了 哦 那是学校的大门应该是 这个学校看样子是进不去了 啊 村民全种的地 这边也是种 玉米 学校锦铃的旁边呢就是家属楼了 嗯 这边的房子应该就会大一点比单身公寓那边大 漫步在场区中 不知不觉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我们也要离开这里继续出发了 我们今天逛这个武江厂我觉得也非常特别 跟我们之前去过的三线厂都不太一样 因为他这个建筑保存的特别完好 没有移动说是变成废墟的 可能就是因为当地居民住进去了吧 对 时常有人去清理还有维护 那其实像武江厂这样的三线厂在重庆有非常多 这个主要也是因为重庆的地形嘛 境内基本上都是山 交通相对还便利 因为有一条长江纵贯重庆的市境 所以说在当时就成了三线建设的不二之选 仅仅万州就有十二厂三所 如果对三线文化感兴趣的朋友 真的可以过来看一看 因为它离万州市区也不远 大概十公里左右就过来了 还是很方便的 那我们逛完武江机械厂之后 就要去吃万州烤鱼了 这个说了好久好久 那么现在就走吧 出发了吃烤鱼 车停好了 我们刚在路上走 发现路边有很多烤鱼 那我们也不知道哪家好吃 所以就随便找了一家车停这 过去吃吧 到了 刚才在路上就看到这家 就在这吃了 我团的这个 团的这边 对 这边麻烦是应该走 那需要啥 好 刚要了一个香辣的鲤鱼 应该还不错吧 对 那其实说到这个烤鱼呢 我们发现在重庆有很多地方都有烤鱼 像乌西乌山万州 万州这边的烤鱼呢 我们也查了一下 最主要的一种说法是 它的来源就是乌西 因为像我们之前去的那个明昌古镇嘛 它那边主要就是产盐 要把盐运出去 河上就有很多的船工 那靠山吃山 靠河吃河 那些船工呢 就把鱼开发出了各种的吃法 因为这个万县呢 在当时是这一片的行政中心 它是管辖 乌西乌山 还有凤街这些地方的 所以说就自然而然尝到这边 然后就发扬光大了 好 谢谢 这个是沸腾五分钟 美味翻十倍 哇 它这个烤鱼上面这个辣椒 我感觉跟不要钱一样 这个有香菜 辣椒 鱼 还有这个是蘑菇 豆芽 开始吃鱼了 开始 我感觉没有人能在这盘 红油面前 再多等一杯多 哦 没礼貌了 观众老爷们先吃 非常好吃的 哎呦 好辣 又麻又辣 然后还有各种香料的味道 这个万州烤鱼呢 它主要用鲤鱼和草鱼 其实万州烤鱼是真的是烤出来的 它是一开始要用铁夹 在烫火上烤一下 之后这个肉就基本上定型了 再放到这个烤盘上去炖 因为定型之后 它肉就不容易散嘛 其实在重庆煮城吃火锅的时候 我们发现很多人都喜欢就着米饭吃 他们好像并不是就着米饭吃 就用米饭吸一下上面那个红油 然后再去吃 可能当地人也怕辣吧 应该是 我刚才放完把碎腌进去了 两个鲤鱼看到这儿了 馒头也用醋泡 还得火可乐吧 没没 太火可乐 这个辣 然后再喝口碳酸饮料 一下辣都解了 好了 我们已经吃完回到车上了 这个烤鱼的味道确实可以 对 我感觉它的口味层次很丰富 比较适合冻口味的朋友去吃 如果吃不了辣 建议一点蒜香 因为我现在胃里就有一种灼烧感 翻江倒海的感觉 辣椒真的太多了 不过它还是很上瘾的 即使我感觉到胃不舒服 我还是会一口夹着一口不停的去吃 非常的上头 一口就一口停不下来 对 最主要还是入味 嗯 那我们现在呢就去找露营地准备休息了 嗯 走吧 在找露营地的途中 我们看到一个厕所 对 这个厕所比较好的一点是 它是半开放式的 外面就有这个洗漱池 我们在这儿洗漱一下 走吧 这就是这个厕所了 很不错 这块一个洗手台 这边还有一个 这哪儿还能接水 怎么没有水啊 哎 哎 有水 马哈挑 还没我肺 感应的 活是 洗漱吧 洗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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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住车地 还是之前睡觉的地方 这个地方真的太完美了 走上上上 有虫子 虫有点多 快快快 好了 我们开一个小时空调吧 让这个车里边凉快一下 一会儿就能好好睡觉了 现在的温度是27.6度 歇一会儿 等一会儿睡觉吧 起来了 现在已经是早上的10点40了 我们今天准备找个酒店修整一下 今天就不走了 昨天出了很多汗 今天一定要洗个澡 对 一定要好好洗一下 走吧 感觉万州这边不太好停车 我们刚把车停在路边 然后把钥匙给老板了 到时候他来挪车 给大家看一看 117的酒店 商务标间 这个的确没有什么经验之处 不过面积还是挺大的 普通的商务酒店 只不过就是感觉这个有点老 就是好多年前的商务酒店 但是它好处就是带双枣 而且免费停车 对 还送了两瓶水 在这个旁边呢 还是一个中学 叫个万州二中 这早上应该都睡不了懒觉了 嗯 学习了就 鼠香气息 可以可以 虽然很老 但是挺干净的 嗯 参加厕所 这个厕所也挺大的 挺宽敞的 对 OK 休息吧 洗漱休息 严海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